我是正在 聘修WCT Depona L4的瓶酒師 那我的頻道呢 是拍攝一些 名酒的開箱 葡萄酒的知識 賣場超市酒 故事喝心得 那如果呢 你也喜歡這類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下訂閱鍵 按下小鈴鐺 這樣我們在上新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通知你囉 大家好 我是寶 這次呢 我跟大使來到 北投溫泉鄉的溫泉飯店家賀屋 在日本的家賀屋呢 是職人嚴選 綜合評比第一名的溫泉飯店 已經連續稱霸三年囉 也曾經獲得米其林的推薦 那這次呢 為了搭配晚上的日式 宴席料理 我們準備了日本葡萄酒 哇 太美了 那我這邊周圍環境就是 北投公園 陽明山環繞 那右手邊這個是溫泉博物館 往上走有一個景點叫地熱谷 這邊呢是 我上次也有很多那個 波波納哥也就這樣跑 它就是一次多少錢的這樣 然後這邊的 吸水都是 橘色狗子 就這邊 沙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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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一次喝的是 山梨縣的酒莊 中央 葡萄酒 朱氏會社 Grey's Winery 或友人直番 葛雷斯 酒莊 甲州呢 可以是指日本山梨縣的一個市 但是更是指日本獨有的葡萄品種 那據說呢 是千年前從絲綢之路 一邊混種一邊形成的葡萄品種 牧村拓哉主演的日劇 東京大飯店裡面出現的酒莊 那裡面 它出現的那一支酒呢叫Grease 現實中呢其實是不存在的 但是根據劇中所說的價格來推測 應該是影射Grey's Winery裡面的 徽之甲州這款酒 那我們今天喝的是徽之甲州的動高級版 葛雷斯甲州 我們就來看看酒是什麼味道吧 呃由於收音不太好 所以來重錄一下 哈哈 其實我們在酒莊買這支酒的時候 老闆有跟我們說 甲州還蠻像義大利的葡萄品酒 但是剛剛一喝下去 可以發現甲州葡萄品種的酸度比較高 然後果味還沒出來 呵呵 可能要等它請就一下 不過呢剛剛是搭配三芹蟹肉 蝦這一類的 調味不重 但是食材鮮味比較強的料理 還蠻搭的耶 酒的酸度變得比較不明顯 然後果味反而比較出來 很特別 難怪看一些資料上面都會寫說 甲州葡萄很適合搭配日本料理耶 那我們就一路搭下去看看是什麼結果吧 酒肉 那麥克風的部分的話 原型雞埋液 然後有點像菜 那白色也可以有的是這個米粉 米果 那咖啡色也是鬆的 中間比較淺 就是聊了 那個右下方是 這樣 做一下 做過 加一個很重的部分 然後 然後吃 然後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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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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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蜜桃 過了大概30分鐘後 酒開始出現很細緻像水蜜桃皮的香氣 水蜜桃的風味還蠻常喝到的 但是第一次喝到酒裡面有水蜜桃的皮的香氣耶 很接近 很像花香 非常特別 不過呢整體酸度還是蠻集中的 而且完全不甜 皮毛和牛 我先來試試看 這支酒到底能不能征服 用那個日式高湯煮的黑毛和牛 喔 坦白說覺得還好 酒不會變得非常難喝 但我覺得 好像它如果黑毛和牛的油脂 它可以搭一些單寧的話 也許會更凸顯酒的美味嗎 今天總體來說 第一次喝甲州葡萄酒的心得是 很特別 對我來說跟Pinocry酒沒有那麼像 因為酒體沒有那麼大 酒的殘糖也比較少 酸度也比較高 另外就是第一次喝到葡萄酒裡面有 水蜜桃皮的香氣耶 所以是一個很難忘的體驗 在搭配日本料理的部分 只要是不油不甜的 譬如說像蟹肉啊蝦肉啊 或野菜就很搭 那這些呢是一般的葡萄酒比較難搭的地方 不過呢如果像是比較油會甜的食物 譬如說鮪魚中腹的生魚片 或者是和牛甜點 這樣子的話就可能還是沒辦法了 這一次的體驗很新奇 也歡迎大家去嘗試喝喝探甲州 然後告訴我們你的想法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 現在吃飽回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幫我們鋪床吧 哇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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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